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阳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栏目 那么中印边境的这个局势现在在紧张对峙当中 那么我对一起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国界性的问题 以及呢这个打不打印度这件事 我之前呢也有讲过 那么我发现有些网友呢就是很着急 就是认为呢我们怎么被印度占便宜了 我们怎么没有去给他痛击 没有打过去 我非常能理解各位的心情 是应该打 我觉得也是应该打 但是呢 首先呢我先说这个国界线到底占领不占领这个问题 首先一个 中国跟印度和这个叫布丹 这两个国家是没有划定边界的这个国界线的唯一的两个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国界线非常的这个模糊 我们中国要跟印度化也只是说化中段跟西段 但东段我们是不会跟他化的 因为你藏男是我们的 对吧 我们不会去承认说跟你去化 所以说这个短时间内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除非我们把藏男打回来 印度战败 对吧 那么这样子去化是可以的 那么国界线呢我跟各位讲有这么几种 那一般性都是什么明山啊 江啊 为阻隔 对吧 或者说像朝鲜跟韩国 很奇怪的 这个38度线 是吧 北纬38度画一根线就是国界线了 对吧 还有些呢就是那个像非洲那些国家呢 都是一根直线这样画上去 对吧 那都是这个原来的这些殖民者啊 为了搞事啊 做的做的恶 特别是英国人 那么目前中印这个国这个中印冲突的根源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约翰逊线 跟这个英国人画的这个麦克马红线 也是来自于啊 这个问题 也是英国人留下的一个祸根啊 就像今天香港一样的 英国人实际上昂古鲜克逊人 实际上是全世界蛮坏的 挺坏的 所以说现在才有中印这个边境争端这个问题 那么国界线呢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跟俄罗斯的国界线 对吧 我们在黑龙江那一段呢 是以黑龙江 对吧 当中为主 为这个国界线的 那我们跟朝鲜的国界线呢 是压绿江的 江不是中间 是岸边露出来的这个烂泥地 这个叫做国界线 这个江如果说涨大水了 我们都是可以过去的 在江上 你靠近朝鲜那一段 走都没关系 那我本来呢 参观过很多种国界线 对吧 非洲的那种一根直线呢 我也见识过 那么在欧洲的 欧盟的 这种国界线是无国界线 你可以辞聪跟亲证随随意进出的 可能呢 到法国到瑞士区呢 下火车 对吧 在日内网下火车呢 可能他警察会来查一下你 看你是可疑的 对吧 但是他不会来查我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 不带背包啥的 那这种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像亚美尼亚跟土耳其 亚美尼亚跟这个阿塞拜疆的 这种国界线 它呢是什么 我国界线 这根线 这根线 当中有个大概二三十米 或者是五十米 一百米左右的一个缓冲地带 很多的这个国界线 它都是这样的 我这边 两根铁丝网 拦起来 当中呢 留一段空白地段 空白地段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缓冲带 那么现在中国跟印度呢 也是处于这种情况 所谓的这个被占领的 这个叫神炮山 神炮山就是 我说的 亚美尼亚跟土耳其之间的 两根线之间的 这个叫缓冲地带 那么这样的话 你印度本来在这里 你把神炮山占领了 是不是你打破 你是所谓的 印度人 跟我们说他越界 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有个缓冲地带 这个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默契 长期在边界的默契 但是近几年来呢 印度它一直都是 在越这个中间地带 然后让你中国呢 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 再往后退 退出来的这一部分呢 成为中间第一站 是这个意思 他要中国达到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它是没完没了的 你按照他这个这样子退 他还会 你按照他这样子退 对吧 他说这里原来是 这里是中国的 对吧 比如说他这里 他退过来了 他不是进来了吗 他又会进来 又要让你退 印度现在就玩的是 这种套路 大家要知道 所以说陈炮山 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说 我们领土被丢了 而是说中间的地带 这个叫做越线 我给大家讲清楚 越线越线 不是我们的国界线 它这样越进来 它也有过 像现在目前的这种 由于6月15号 这个加勒万河谷事件 我们就是 大家就是 隔这么一 隔这么大概几十米的距离吧 也不用 但是中营边境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几十米 因为印度的多多必然 它可能就10米20米 那么它神炮山 所谓神炮山 也不是那种很高的山 它就是一个土坡 知道吧 你看到没有 昨天那个视频 它背的这个枪这样 这样拿的那个地方 好像要随时准备射击了 对吧 那我们呢 就是拿着这个武术的那些 砍刀啊 棍棒啊什么 对吧 那实际上 这个就叫造舆论 这叫造舆论 因为呢 为什么现在 那个不冒冒烂的去打印度 也没有必要去进攻它 我们现在的中央的策略呢 非常明确 就是 在边界界上 消耗你的国力 大家要知道 你们自己打游戏 玩那个 三国的游戏 对吧 可以选择强攻 强攻可能你的将会死 就是那种武力之高的那种武将 它会挂 对吧 然后你的兵呢 会损失 如果说你的兵 就是说 它有一根满隔鞋嘛 打了没了 你可能就撤退了 但有可能有的武将就死了 对吧 但还有一种战术 叫包围 可能你强攻 你可以满猛点 但是你包围 可能只有包围三次 你就要退兵了 那包围是干嘛 耗他粮草吧 对吧 搞他内政吧 对吧 我们在外面 可以搞什么 交土政策啦 内应啦 对吧 内应 侧反 倒戈 不是可以玩的吗 所以说 打仗呢 不单单是美国大拼礼 告诉你的那样 发烟 就那种他妈的那种傻逼样子 真的打了打仗 哪是那样打的 站在那边拿了个枪 你往哪射 你朝他妈的卵袍装里面去射 是不是 你真的打 你都是蹲姿射击 跪姿射击 对吧 对吧 不是就跪姿射击 不是蹲姿啊 跪姿射击 要么你都是会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心脏的 这样去设计 哪有他妈那样子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上兵伐谋 我们现在就是玩的是这种套路 对吧 而且你让印度去拍照吧 你让印度去拍 你印度拍了 你穿到印度 那人家会看到 怎么对对方解放军这个样子 我们在拿枪啊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网友 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看 中国人拿这个东西 冷兵器 印度在拿枪 那印度肯定是鲜明枪了 OK 这不就是舆论不就出来吧 印度他他妈的 由于快速的想象去 证明自己实力 牛逼 所以说呢 他现在这个舆论 国际舆论 我看了一下 包括那个纽约时报也好 包括那个BBC也好 这些大一点的这个媒体 虽然说他们也都是部分 很多是造谣 但他们大的这个 关于这种事情 他们的讲法还算客观 也是指出了这个印度的野心 莫迪的野心 也是这样讲的 也是没有说太过 说中国怎么样 也说过了 这个英国当时的 这个麦克马红线 这个损招 所以说呢 这些媒体还算是 在这一次呢 算是这个 看清这个事实 但是呢 总的来讲 这件事情呢 就是美国在后面挑事情 美国在后面挑事情 俄罗斯也在后面 部分在挑说这个事情 他自己不是说了吗 要可以帮印度建立起来 完善的这个武器供应的 这种供应链 飞机供应链 海军供应链 所以说啊 目前在这个 边境这个局势呢 大家呢 也不要太 太过于什么 就是太过于乐学沸腾了 因为呢 我说过了 我们打他 就是要放他进来 然后再干他 造成这个国际舆论呢 印度入侵我们 我们被动反击的 这样是可以的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莫迪呢 他呢 属于这个总家属师 这样的人玩民族主义 就让他去玩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好好的去玩 是吧 把你这个国力耗尽了 耗干净了 趁你病 要你命 我们现在 中国走的这个策略 是很很正确的 而且大家要发现 没有 现在呢 我会跟各位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局面 我据我观察 现在就是 这个地区就是 对印度来 来讲就是 鸡肋 这个叫食之无味 叫弃之可惜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让印度啊 我看出来 解放军这个边境的 这个套路 就是要让他 打了鸡血一样的 让他这个头脑发热 但是他现在 是最要打仗的 因为他现在勃起了 他现在勃起了 那么我们要等他早泄 早泄完以后 他就仰尾了 所以说 现在在这个边境上呢 我们这种策略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现在呢 毕竟美国在 搞造世界舆论 在封住我们 而且制造中国威胁论 你貌貌难的去 攻占他 打他呢 对吧 这个舆论 国际舆论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论 现在确实没有美国强大 对吧 而且是在舆论 学术这一块 他们是垄断这个世界的 所以说没办法 所以说呢 就在这个边境耗着吧 耗吧 我们又不怕耗的了 他怕耗 大家想 四十万大军 每天的伙食费是多少钱 每天要耗掉多少伙食费 要过冬吧 要喝水吧 要他妈上厕所吧 但是上厕所 他直接 那边就一拉就完事了 反正他吃了又多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印度呢 属于是一个 正在骑的摩托车 孔雀开平的一个状态 我们呢 就等他这个摩托车 这个油 没了 熄火了 那我们 在这个队一致当中 我们就胜利了 大家要知道 我们六月份已经胜利了 我们已经让他们 对吧 挂了二十只 什么这个贱民 对吧 是不是 我们已经让他们挂了 那我们到现在 我们保持住 我们占据优势 我们有心理优势 就像踢足球一样 打篮球一样 我们有心理优势 对吧 那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呢 现在对于这个越界 不越界这个事情呢 我跟大家就这样解释一下 希望呢 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印度呢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这个事情 那实际上 中方 也是要求印度的 就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减少接触 减少接触 减少接触 就是两军不要接触的 用意就是什么 因为你对于两个 没有划定国界线的国家来讲 你国界线就一条线 两方都拿着枪 面对面的战 这样是容易擦枪走火的 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以前一样 保留这个实际控制线 那么大家当中呢 留个像神炮山这样的地方的缓冲带 相互不接触 这个就是不会避免擦枪走火 现在谈的就是要这个 不是说谈国 刊定这个国界线 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接触 不擦枪走火 就完事了 但是呢中国呢 也是在这个时候呢 看到了印度对拉达克地区 对克什米尔地区 这些边界地区的这些机械 他在造这些路 那对于我们来讲 他的这个运兵投诉能力变强了 对吧 能去到以前不能去的地方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要警惕的 而且再加上 你2019年8月 你的人民党党魁 现在内征部长沙阿 说阿克赛清是他们的 那我们当然会引起警惕了 所以说呢 我们呢 保持这种兵力 小规模的兵力 和 但是我们武器却远远忧于他们 重装的武器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保持这种态势就可以 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你想呀 40万大军 天天吃那么多东西 那每天挖的 你少估算 这里有没有这个当司务长呢 有没有当司务长呢 跟大家算算 他一40万大军 他每天他吃掉多少伙食费 按照印度的伙食费来讲 人均一天他妈 15块到20块吧 大概一天 就保守估计 有个600到800万 就人民币 就是他要消耗的 但实际上数字远远要高于这个 还有油 还有水 还有乱七八糟的 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 你都在消耗 是吧 哎呀 这个印度啊 也就这么一回事的 他呢 中国呢 现在也不跟他谈判 不跟他谈判的原因 就是啥呢 就是不想跟他谈判 就是这样 让他着急 弃之可惜 实之无畏 让他着急 让他急坏 勃起来 说啊 浴火焚身 好吧 那么这样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赖尔 喜欢的 记得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订阅